看完我这个视频 你再不会做鸿蒙肉炖干豆腐 我拿着五花肉上你家去教你去 老好吃啊 首先咱们准备五花肉和干豆腐 五花肉给它切成这么大的闪子块 干豆腐给它切成宽条 然后干豆腐卷起 系成干豆腐扣备用 切好的五花肉 凉水下锅给它焯一下水 少了点去腥的料酒 焯好以后呢咱们给它捞出来啊 把这个上面的血沫给它清洗干净 起油烧锅 放冰糖炒糖色 炒至冒泡下入五花肉 给它巴拉巴拉啊 巴拉至上色 就像这样式的 然后放入大块的葱姜 花椒八角香叶桂皮干辣椒 然后咱们加入开水啊 多加一些 开锅以后放入盐 鸡精十三香冰糖两块 再加点生抽和蚝油 炖三十五分钟 炖好以后下入干豆腐扣 再炖十分钟 兄弟呢主下分享了好多家常菜的美食教程 都非常的详细 非常适合在家里面做 如果说您有缘点击这个视频 别忘了帮兄弟点个双击 点关注 如果以后你想做啥菜 然后你能找着我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啊 出锅 撒点小葱花 美食完成 老好吃了 如果您学会了 别忘了给兄弟点个双击 感谢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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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